這裡在座各位都是專業的醫生 沒理由不知道TSC是一個什麼病 病人的體內不斷出現結節 從而演變成無數的腫瘤 我翻查過趙遠蘭的病歷 她在這三年內 反覆出現過六次的腫瘤破裂 而每一次手術都用四個字來形容 死女逃生 所以娃娃和唐明醫生 沒理由不知道她的病 是會隨時出現一個突發性惡化 你們沒想過一個身上揹著計時炸彈的人 她病發的時候的風險有多大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趙遠蘭的死是你們疏忽造成的 T,對於Dr. Yeap的指控 你有甚麼想解釋嗎 Dr. Yeap說得很有道理 潔節性硬化症 的確是計時炸彈 我當然知道這種病的風險 所以在宮廷會之前 我勸過趙遠蘭很多次 我跟她說,就算我跟她做任何檢查 都不代表她出席這個宮廷會 是百分百安全 你的意思是趙遠蘭沒有聽你勸告 她硬要出席宮廷會 是 對不起,YT 你當我陰謀論去說 會不會是你為了逃避責任 強行說謊去困一個死了的人 當日是他自己要出席 是他沒有聽你勸告 而負最大責任的人是趙遠蘭本人 我說的的確是私信 YT,不是我不相信你 但是人都死了,口說無憑 我這裡有一封 《趙遠蘭親不簽名》的議員書 這封信是他出席宮廷會之前給我 他說他知道他自己身體狀況 不適合出席這個會議 但是他很想把他心裡 冤枉了這麼多年的說話 告訴公眾 所以他願意承擔所有的後果 我如何肯定信裡的簽名是趙遠蘭女士 我可以做證 趙遠蘭女士把這封信給YT的時候 我也在場 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剛才我是傳票通過 大家都覺得趙院難搶救的不治 只是意外, 跟你完全沒關係 剛才幸好Dr.葉在這裡 Dankan和Charles一口咬地 應該是你的責任 不過Dr.葉堅持 不應該把病人的不幸歸咎於醫生身上 咬了很久, 才咬得伏他兩個人 謝謝 不用客氣, 我還是以事論事 對, 我有個好消息想告訴兩位 我很快就會進明城北 跟兩位一起工作 我們明城北好像沒有要求醫法局 增壓任何人手 Dr.葉是聯網總監 又是明心院長 要你來明城北做部門主管 我覺得太屈臭了吧 我當然不會屈臭Dr.葉 YT, 我一向都覺得 不行, 又要你顧著明城北 又要照顧這份草案 就算你沒有投訴 我們醫法局也不能用人用得那麼盡 所以我們今早要開會決定了 明城北將會破格行商院長制 就讓Dr.葉進來幫你忙 Dr.葉寧願放棄現在的位置 進來明城北做伴外院長 能夠和YT平氣平坐是我的榮幸 以後多多指教 什麼病毒這麼大陣像? 你有沒有告訴我? 奇奇幫李醫生刷線 不是吧? 那裡連測試開門也沒用 老虎竟然把胸骨撈開 沒有, 我見過那些貴女很厲害 她徒手強勁撈開胸骨 然後就是這樣幫助心臟修補手術 Vincent, 你那時候一天內 最多做多少宗手術? 有時十幾宗, 有時幾十宗 看看有沒有打緊張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世界醫護團是一個國際人道救援組織 只要有人受傷, 不管是不是打緊張 我們就要救人了, 對不對? 我有空嗎? 深光張, 只要有段時間寫了 還有 有事要幫你忙嗎? 你叫奇奇, 麻煩你, 主稱奇奇姑娘 不用客氣 好 第一天上班, 你也跟同事溝通得不錯 我這麼溝通一下也要 再加上, 難得第一天上班 A&E可以這麼清閑 這句A&E這麼記憶, 不能說的 特別是穿著這件衣服 大件事… 什麼情況? 飛唇懷疑吸入過來一氧化碳 GCS7在現場查不到喉 一直用BVM收拾 好的 又有空? 這件衣服, 至於懷疑食物中毒 有幾個小朋友正在送過來 1, 2, 3 先生, 聽到我說話嗎? 先生 先生, 為何要出來捏你的肩膀 消毒性, 多少分? GCS1124 BPA? 1395, 停止118, SPO285 剩下它, 替它接觸機 我替它做骨骼測 拿起手, 按住它 是 幫我按住它 那麼多分, 看我 三哥, 那件衣服… 有胃瘓窄 高大測, 溫症和藥状 比較高 旗, 奇奇 把衣服上去加壓槍 汪姑娘, 通知加壓槍 說我們有一個消毒病例 正在來, 叫你準備 1人2, 有一個消毒病例正在來 來 那班是否還有 有疑似食物中毒的幼稚園學生嗎? 對, 剛才拿了午餐去化炎 好痛 知道…對, 很痛, 對吧? 因為你吃錯東西, 所以腿痛 什麼? 醫生姐姐想到一個辦法 我鎖一、二、三之後 大家一起深呼吸, 喉嚨一口 然後就不痛了 一、二、三 蘇姨, 你的瓶水 麻煩你, 你幫她打開 每人給我喝了一瓶水 喝完一瓶水之後 姐姐就會泡一粒糖給你們吃 要喝完, 知道嗎? 發現報告出了沒事 他們有沒有痛 就可以叫他們家人來接她 知道 好 我錯了, 好嗎 有A&E規矩的 即是我以後也不會為A&E清閑 有很多規矩你學習